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精度在哥连多前书八章一到十三节 哥连多前书第八章要处理一个特别的问题 是关于吃祭偶像之物 就是祭物这些食物是祭拜过偶像的 能不能吃 但是保罗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 并不是着眼在能不能吃 而是在吃与不吃背后的原因 哥连多教会里面有一群人 他们自认为自己是特别属灵的 在关于吃祭物这件事情上面有正确的知识 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顾念 那些相对软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进到经文里面来比较具体清楚地看 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论到祭偶像之物 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保罗对这一群自认为比较刚强 拥有真知识 比较属灵的这群人说 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关于这个吃祭偶像之物的知识 保罗在知识上面是跟他们一致的 但是保罗提醒他们 但知识是叫人至高之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保罗的意思是 如果这个知识没有爱心 他只能叫人至高之大 真正的知识是能够产生爱心的行动 可以疼惜人 可以顾虑到人的感受需要的 真正的知识不会站在自己知道的地方 去否定别人 指控别人 甚至是绊倒别人的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按他所当知道的 他人是不知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更多教会这一群人 他们拥有对的知识 但是他们不会用这知识 他们滥用了这个知识 这是我刚才讲的 他们因为有这个知识 所以就去指控别人 甚至去绊倒别人 滥用了这个知识 他们不会用这个知识 所以他们以为自己知道 可是事实上他们还是不知道 他们仍然是无知的 他们有这知识却不会用 或者用错了 或者滥用了 若有人爱神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若有人爱神 这个爱神这个原文 大部分翻作神 我想这也没有问题 不过有些时候 他被翻译作爱人 或者说因为爱神 而懂得爱人 如果有人敬畏神 他真实的爱神 而懂得去疼惜人 爱人 就是他有真知识 而且他有爱心的话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这个不是说 如果有人他不爱神 那么神就不知道他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要做一个文学的对比 有一些人他以为他知道神 他知道真知识 可是保罗的意思是说 可是神知道你吗 那个知道是指神纪念你吗 神称赞你吗 神肯定你吗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 有些人他明白 圣经的知识 道理 而且他的知识 他的道理 是正确的 可是他没有爱心 那么保罗说 你以为你知道 但事实上 因着你没有爱心 显出你仍然是无知的 保罗也说 你以为你知道这些事情 就是知道神 但重点不是你知不知道 这个神的心意而已 而在于你是不是被上帝知道 被上帝知道是被上帝纪念 被上帝称许 这个叫做被神所知道 在这里也不是要反对知识 有些人用这一节经文来反对 你看不要大头脑 不要光知识 知识是叫人至高之大 那要有爱心就好 不是的 保罗不是在反对知识 保罗是在说 真正的知识 必须有爱心 会带来爱心的行动 他不是说知识不要紧 不重要 只要有爱心 没有的 保罗一再地强调 教会需要明白整理 而是知识 必须在爱心的前提里面 真正的知识 会带来爱心的行动 那讲来讲去 这个知识到底是什么 保罗在这里才切到正题 保罗跟更多教会这些 自以为比较属灵的这群人 他们共同同意的内容是什么呢 论到吃既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 就是我跟更多教会 我跟你们 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 算不得什么 这是我们都知道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虽有称为神的 意思是 在基督教以外 还有别的民族国家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偶像 自己的神明 所以他们也称那个是神 那个是神 虽然有称为神的 或在天或在地 就如那许多的神 许多的主 不管他们怎么说 但是我们知道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保罗就在定义这一位 这位神是什么呢 就是父 就是父神 万物都本于他 本于他是从他而出的意思 我们也归于他 归于他 在原文他是一个戒词 可以把它理解是 我们也都是为了他 或者为了他而活 或者是只归回他 从他而出 也归到他那里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很特别 保罗说 我们只有一位 一位神 然后一位主 可是我们是独一的神 这里保罗没有提到圣灵 但是我们从整本行约 我们可以理解 整本圣经可以理解 我们所信号的是独一真神 圣父是神 圣子是神 圣灵是神 是三而一 一而三的 三位一体的上帝 这里提到 有一位神就是父 讲到父神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这里讲到耶稣基督 在创造 以先就在了 借着耶稣基督 而创造 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看法 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成为人 为我们舍命 在创造之初 他已经跟父同荣同尊了 这里是在讲的是什么 是保罗跟更多这些 自称为属灵派的 认识神真理 道理的人 相同认识的地方 我同意 确实我们这些 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我们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 意思是 所以吃这些祭拜偶像的食物 对我们没有亏损 没有影响的 这是我们能够知道的 可是第七节 保罗就说 但人都不有这等知识 为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人 他在拜拜的环境 他过去拜偶像 拜了很久了 他们是用各样的牲畜 食物去祭拜 我们在民间信仰 如果你是第一代基督徒 你就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的祭祀 拜拜就是杀鸡宅牛 对不对 各样的祭物 所以对这些人来说 这些从别的信仰 转过来信基督教的 他们会觉得 这个祭拜过偶像的食物 是被污秽过的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吃它 保罗说 我同意 确实偶像算不得什么 但是你要知道 有些人 他们刚刚信主 他们的信心还软弱 他们还没有办法 去突破这个良心的困难 吃祭拜偶像食物的困难 所以他说 保罗说 有人到如今 因拜惯了偶像 就以为所吃的是 祭偶像之物 意思是说 他们已经过去的习惯思维 限制了他们 他们确实在良心上 是软弱的 保罗也称 他们这样的 想法是错的 但是他们 他们的这个 错误的理解 造成了 好像食物被污秽的 一样的果效了 就以为所吃的是 祭偶像之物 他们的良心 既然软弱 也就污秽了 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 他们以为 这个食物是被污秽了 所以他们就 没有办法吃 这个祭偶像的食物 因为他们良心 过意不去 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同意 哥林多教会 那一群 他们的知识 可是在现实的执行上面 保罗说 可是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在良心上过不去 保罗就补充 其实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 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 吃也无益 重点不是食物 你吃或不吃 我们不是因为吃 所以神就特别祝福我们 神就特别看重我们 保罗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 所以这个食物 拿去祭拜偶像 基本上他并没有办法 去污秽了这个食物 那吃这个食物呢 不能叫神看重我们 我们不吃也无损 吃也无益 但是第九节 只是你们要谨慎 恐怕你们这自由 进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这个自由是指说 我是知道真理的嘛 这个食物呢 算不得什么 所以我吃它 我OK啊 那我就吃它 我有自由吃它 但是你的这个自由 对信心软弱的弟兄来看 他们就被你绊倒了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这样 你要小心 你的自由进成了 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保罗就举例啊 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 在偶像的庙前作席 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 岂不放胆去吃那 祭偶像之物吗 假使这个属灵派的 自认为有知识的人 他说 偶像算不得什么 就算是祭拜的 那个大拜拜的流水席啊 我去吃都不会造成我的亏损的 因为我敬拜的是上帝 食物呢 不会造成我的困扰 食物没有因为偶像而污秽啊 它就是食物 我凭良心的 我良心过着去 我就把它吃了 他说没有错啊 OK 你信心坚固 可是假使有个弟兄 就看你在那边吃 在当时候的宗教 跟我们现在的拜拜是有点像的 大拜拜之后的流水席 其实是在祭拜过程中的一部分嘛 所以对良心比较软弱的人 他看到 你们怎么坐在跟这个拜偶像的人一群 一起在那里吃拜偶像的食物呢 他们怎么理解这个事 因为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啊 他们认为祭拜偶像的食物 确实是误会过的 而你们坐在那里 给人的这个image 给人看见的形象是 原来做基督徒 也可以参与在这个祭祀的里边 因为流水席就等于是祭祀的一部分嘛 所以这些人就被绊倒了 他们就认为 所以我做基督徒 我也是可以拜拜的 我也是可以吃流水席的 那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 如果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 在偶像的庙里作息 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 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 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 保罗在形容 这个弟兄虽然他良心软弱 但是他是基督为他舍命的那个人 非常宝贵的 也就因你的知识成他 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 你的钢强 你的自由 却绊倒了人 而这个人 虽然是良心软弱了 但是他是宝贵的 因为基督为他死 十二节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 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了 你不顾其他软弱人的感受 你任凭你的自由 显出好像你的骄傲 就是至高至大 你看他们都不敢吃 我们是有真信心的 那我去吃 那你软弱是你的事 保罗说不 你有真知识 你真的知道 但是你没有爱心 所以你这个知识 只让你至高至大 所以很特别 保罗同意这一群人的看法 但是保罗不是站在 他们这边去责备 说教会这一群人 良心软弱的 你们要快快刚强 你们要勇敢去吃 没有 保罗没有强迫他们 在信心跟良心 做不到的情况 强迫他们去做这些事 去强迫他们吃既有香的食物 反而回过头来责备 跟很多教会这一群人 说你们这是至高至大 而你们的自由 你们凭着你们的知识 让你们的自由 变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而你这样做 是得罪基督了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保罗提出来一个原则 我明白的 我是有真知识 我知道什么是对 信仰的教导 我知道吃既有香之物 没有亏损的 但是我身边如果有人在乎 我要为他的缘故不吃 这个才叫做真正有知识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保罗与其说是在解决吃既偶像 能不能吃的这个问题 他反而更是提出来一个 知识的运用的原则跟态度了 保罗在13节说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我弟兄跌倒了 这个食物可以把它改成别的 所以我做什么事 若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做了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等等 它可以成为一个原则 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么在这一整段 我想是很清楚的 关于吃既偶像之物 保罗的意思是 他是食物 他祭拜过偶像 没有错 但是偶像算不得什么 这个食物并不被污秽了 凡物都可吃 但是呢 如果有人良心过不去 我们身边有人良心过不去 我呢 虽然我觉得我吃无所谓 但我愿意为了我身边 弟兄姐妹的缘故 我不吃 这才是真知识 而不是说 我知道他根本没有被污秽 我就勇敢吃他 那你们要跌倒 那是你自己要负责 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责 因为我有真知识 我知道什么是对的 那你们无知 你们以为吃了会出事 那所以显出我比较厉害 所以保罗说 不 你如果这样做 你是至高至大 而且 如果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 按他所当知道的 他人是不知道的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就显出你是无知的 所以保罗其实 他提到一个原则 那个原则是爱心的原则 就是基督徒 弟兄姐妹们 之间是有互相成全 互相保护 互相看守的责任 而我们的行为 如果绊倒了其他的弟兄姐妹 保罗说是得罪基督 其实没有错 对于跌倒的人 被绊倒 信心软弱 信心受亏损 自己确实也有责任 但是绊倒别人的人 也有责任 保罗说是得罪基督 纵使你是被动绊倒 你都有责任 我就想到有一个学生 他在求学的过程 在高中信了主 信了主之后 他每个主日 要花两三个小时去聚会 付了很大的代价 有人就问他说 教会你家离教会那么远 你每个礼拜 花这么多的时间 付代价去聚会 为什么呢 他说当然我很享受敬拜 可是他还有一个原因 是放在心里面的 他怎么想 他说我也好 好想向我的家人传福音 我在想 要是有一天 我的家人信主 那么他想起来 我做基督徒的时候 都没有去聚会 那么他们就以为 基督徒可以不去聚会 那我就绊倒他们了 所以这个孩子 他要每个礼拜 付代价去聚会 其实跟家人 是会有很大张力的 爸妈会觉得 那你有没有时间念书 爸妈会觉得 你一天到晚往外跑 其实整个家族 对他都会有一些维持的 可是他知道 这是爱心的原则 他为了不要停止聚会 以后甚至是以后 去绊倒了自己的家人 他仍然坚持 每个礼拜 风雨无阻地去聚会 因为他知道 如果有一天 他的家人信主 看见他都没有去聚会 那么 那就让他的家人 重视信主 也成为了一个 没有聚会的基督徒 对他们的生命 是有影响的 会绊倒人 因为他是这个家族里面 唯一认识的基督徒 我想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心情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单单为主活 因着为主活的缘故 我们也为我们身边的 弟兄姐妹警醒 为了不绊倒人的缘故 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保罗说 若有人爱神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当我们有真知识 而为了爱神 敬畏神的缘故 我们疼惜人的感受 顾念人的感受 那么 我们是神所知道的 神所纪念 神所称赞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 让教会里面 一些弟兄姐妹 有真知识 对你有正确的认识 然而我们知道 按着我们 仅有的知识 我们还是不知道的 除非我们能够 因着敬畏你 有真正爱人 疼惜人的心 我们才是 真正的指导 求主 祢是恩怜悯 叫我们的真知识 能够带来爱心的行动 也求主 祢提醒我们 不单单 我们自己 要追寻 追求信仰 的认识和成长 我们更要看守 我们的弟兄姐妹 成全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为我们的弟兄姐妹 警醒 也愿意 为了疼惜 弟兄姐妹的缘故 我们限制自己的自由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